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提出来就会有三五天的热度 对对对 陆陆续续被提出来 然后我对这种亢奋很反感的 坦白说 真的 那你是一个比较 说自酒驾用边形 是 就最近这一个礼拜 其实台湾的这个舆论一直不断的在谈这件事情 也是有一点就是说 持续的满长一段时间 而且你会发现每一个意见领袖 或者是政治人物就一直被点名要回答这个问题 那到底怎么样回应 那有人回应之后之前是内政部长被点名回应吗 一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行政员 网友提案了嘛 当然发生了一个不幸的酒驾又致死的事件 那之后行政院要 网友提案了之后行政院的这个平台 就说要讨论这件事情 那讨论这件事情之后后来就一直被追问 内政部长叶俊隆被问到 那他反对第一时间是法务部长 法务部次长被问到 那次长的回答他是说 这个因为两公约禁止 我觉得他就给了一个非常短的答复 这是非常非常典型法律人的回答方式 我觉得是有点提有救火 那为什么我这样说 等一下后面我再补充说明 那接下来是叶俊隆内政部长被问到了 那他也是说不妥 然后好像记者就 他认为两公约是说不妥还是认为边刑不妥 边刑不妥 但是内政部长倒是没有说 没有特别说两公约的问题 他只是说我们国家适不适合这样子 那他当然讲了一些 不管是从人权民主法治的角度下去讲 那后来行政院长赖新德又被问到了 他也是大概依循着内政部长的说法 又再说了一次 好那讲了这么多 边刑这个议题其实讨论了一个礼拜 我也最近也实在是蛮常被媒体记者朋友问到 我觉得从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我们应该要想的是说边刑这么被热议 那我们要想的应该是说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被热议 那他是一个坦白说他是一个蛮极端的处罚方式 那很多人就会直接讲说他是一个酷刑 因为他是身体型 基本上现代的国家 现在法治国家基本上是禁止身体型 就是禁止直接施加在人体上面的疼痛 作为一种刑法 不止如此 有些时候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就是直接针对你的身体 不可恢复的 直接针对你的身体的任何伤害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常说的什么日剧时代 偷东西要剁手 小时候长辈最常这样跟我讲 你偷东西就动你的手 那这个都是广义的身体型 那基本上现代的法治国家是禁止身体型 你可以处罚 但是不可以直接针对他的身体 施予任何的疼痛 或者是任何的刑法 那边形当然是很极端的 算是也是蛮重的一个身体型 因为他可能会留下 永远没有办法磨灭 在身体上面造成的这个伤害 那最直接的言论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讲法务部这个 我为什么说他提有救火 他直接讲我们法律禁止 一句话 讲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错的 但是这样其实并没有办法正确的去理解 为什么这样的民意这样的舆论 所以吴宁我会这样去解读他 是说对于酒驾造势这件事情 民众已经几乎快要忍无可忍 那忍无可忍到我即便要采用最极端的手段 我都在所不惜 我们人有时候是会这样子的 你在我忍无可忍的时候 我用非常极端的手段来对付你 那个是表达的一个心情 当然事后我比较好好的去衡量之后 会发现我的手段可能过度了 那我们在可能觉得很忍无可忍极端之下 我可能譬如说对你言语还是说情绪上面 还是说甚至于动手动脚的抱负 但是事后我可能会觉得 这样其实不妥 有点失去比例 那如果我们的政府是这样理解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这群网友也好 还是舆论的声音 对于边形的推崇的这个声音 你应该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式去解读他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比较好的方式 可以解决酒驾这个问题 解决酒驾这个问题 我都宁愿用边形这个 可能不一定很有效的方式 我等一下后面会讨论说 到底有效没有效是很值得怀疑的 可能事实上即便这么强大 可能会有后作用 可能会有后遗症的这个方式 我都在所不惜的 那我们政府还提不出一个好方法来 还有一个 因为你针对酒驾 你说酒驾的行为剥夺的人 就不负责的剥夺的人生命 是绝不可取的 是 那性侵怎么样 凌虐儿童怎么样 对他主要那时候 好几个提案 蔡壁仲也就是这个防务部的市长 市长 他这样说 他不是只有两句话说 这是两句 他也提出了这些质疑 是没有错 行政部门是应该考虑通盘的 去理解这用刑的方式 和用刑的程度 对不对 他的想法就是 其实就是法官的想法 法官就为什么在量刑的时候 常常被骂 说量刑太轻 因为法官他比较是全面性的在衡量 量刑判案是他每天在做的事情 那今天如果酒驾自人于死 这样子 把人家撞死了 如果要判 譬如说很多人都说要判 20年 还是说判无期徒刑 甚至有的主张要判死刑 那如果要判无期徒刑的话 那那些故意杀人的怎么办 那些 在意义上 没有 在意义上 他们的确也有个解释 说你只要是喝了酒 还开车 你就是蓄意杀人 对 另外一种解释方式是这样 那就是说你的解读上变成是说 这个法律上有个书 叫原因自由行为 原因自由行为 就是说你刚开始喝酒的时候 你其实知道 你等一下就要开车 而且你可能会撞死人 那这时候 即便你开车的时候 你的意识是不轻的 但是我在法律上 拟制 拟制你是故意要杀人 这个就很像你说了 这个叫原因自由行为 确实是有这样的说法 那这样的话 你的行为就会被视为是杀人罪 那杀人罪当然就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 好 那我回过头来讲 酒驾这件事情 就是说使用鞭刑这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从两个角度来讨论它 第一个是从它的 这个所谓的 效益主义的角度来看它 你要讨论的第一个是 它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刑法 有效的刑法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真的去追问说 你施以这个刑法是想要遏制酒驾 还是说 即便打了之后没有效 打了之后没有效 那也是不惜要引进这个制度 就是说你第一个讨论它有效或没有效 当然支持编写人都觉得有效 支持编写人都觉得有效 那这个其实需要一些实证数字 实证数字 那你必须实行一段时间以后 再去翻期后效 才知道 对 这是第一个有没有效的问题 那当然大部分人可能都觉得有效 确实可能会有效 但是第二个问题 它比较没有办法通过 所谓比例原则的审查 是在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就是说 如果在譬如说 五个或十个手段里面 有对损害相对比较轻的手段的话 你要选择其他的手段 那其他的手段 包括最近已经很多的人提出来的 譬如说 有立委提出这个所谓的酒测钥匙 让你没办法发动 让你没办法发动 那当然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就是说 酒测钥匙这个成本太高 如果是标准配备的话 大家划不起 可是至少你可以从那些 有酒驾前客人开始做起 强迫他装嘛 对不对 因为你罚他钱没意思 发大钱让国家赚钱 这没有意义 酒测钥匙是一个 还有就是说 譬如说 应该要去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个代价的使用率不高 他其实有一个城乡差距 他其实有一个城乡差距 就是说台北市的 其实台北市喝酒的人 应该是不少 但是台北酒价其实是偏低 那除了他可能执法研以外 代价方便 代价方便 还有他的大众 那个运输系统方便 那最高的是台中市 那为什么 你大概稍微想象一下 因为他譬如说 他的喝酒的人也不少 但是他的服务员比较辽阔 然后大众交通不方便 所以你如果要罚钱 单纯罚钱的话 或许有另外一个思考是说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用 把这个罚钱之后 成立一个什么基金也好 然后你去补贴业者 不一定是全部啦 补贴业者 你让这个代价是相对取得比较便宜的 那或许可以降低这种无形的 这种酒驾的行为 那因为你去分析那个数字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有一 蛮大部分的四层还是五层 那个酒驾是骑摩托车 所以表示有另外一半的人是 就是说有一些人是骑摩托车 有些人是开车 所以你去思考第三个可能更有效的方法是 或许你应该是没收他们的车子 因为虽然媒体报道都是很有钱的人 他们可能有两台车三台车 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只有一台车 甚至是骑机车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没入他们的车子 或者是说调扣他们的车子 让他感受到那个不便利 甚至也就是说因为很多的是 据说有四层是雷犯 那你针对这四层的人是不是应该做一些研究 譬如说这四层的人什么方式 为什么他们是这种经常性的 喝了酒就是要开车的 喝了酒就是要开车 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如果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你把他车扣下他惨了 这会非常对他的生活造成极客的影响 或许是很有效果的 那或许是他有真的有问题 就是所谓的对酒精依赖 对酒精依赖 那对酒精依赖的话 这种或许是要戒指 或许是要戒指 那你要让他造成他生活上面的不方便 就是说我要求他要去 譬如说跟精神科医师 或者是行李师 定期的追踪治疗 还是报道 还是说社区的这个卫生单位 追踪辅导报道 那这些都是被提出来的方法 可行可能的方法 包括你刚刚讲的酒车钥匙 包括改善不方便代价 或者是其他的交通系统的地方 把他改善 另外就是没收车辆 或者是强迫就医 戒指 戒指或是说追踪 那这里面等差太大了 加上边形 这个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讲的 比例原则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会这样 你如果把其他可能有效的方法 我不敢保证 我自己是觉得说可能要多管其下了 那这些方法跟边形稍作比较 你就会发现这个手段可能强度落差 你马上就会 边形就通不过这个比例原则的思考 那更何况比例原则还有第三个标准 第三个标准说即便 它可以作为一个手段 即便它可以作为一个手段 但是那个利根臂最后的衡量 你还是觉得整体来讲 它造成的好处 跟造成的坏处来比较的话 它的坏处大于好处的话 那这个手段可能还是必须要被放弃 譬如说边形它有些后遗症 它有些后遗症 第一个是它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是有可能的 那第二个是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比较严重的就是说 你都不担心打了之后 他那个反社会的性格更强烈 我是还蛮担心的 就是说你打了之后 他当然身体会痛会怕 这个你打完之后 他到底是对于我们的 他当然会怕或许 但是他之后会不会造成 他的心理还是人格 还是反社会性格 其实是更严重的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去考虑的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 边形从以前到现在 它向来的历史都是作为羞辱人用的 羞辱人 他的目标 他的目的就是要羞辱人 那羞辱人这件事情 这一个算是一个副作用 那这个副作用是不是 我们社会要去承受的 因为等于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真的非常完美的达到 他所想要达到目的的话 他就是让你这个人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立足 公开的被羞辱 那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们让这个人没有办法在台湾社会立足 当然乍听之下会觉得很爽 但是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就是等于是说 这完全违反了现代的 譬如说这些包括监禁 还是说监狱的 这是以角质 复归社会有一个核心的想法 完全都有一点冲突 那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所以这一个所谓的副作用 你如果从 我刚刚是完全都是从这种 效益主义的角度来做分析 效益主义就是用比例原则的方式来做分析 那最后一点还会带出这种所谓 康德士的这种诫命就是说 边刑有可能违反了所谓人性尊严 人性尊严用一句白话来讲就是 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是一个目的 你不能把人当成是手段 所以你不能这个边刑是以修辱人 作为一个方式的一种处罚 那你其实就是把人当成是一个工具 那为什么说违反那个人性尊严 就是说你这样等于是没有把人当人看 在辩论的时候 虽然你说我是反边刑 可是辩论的另一方也就支持边刑的人 他也可能给你一个很形而上的理论 说唯有羞辱才有效 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不管酒测钥匙没收车辆 或者是缩短这个差异 这个乘乡差异 让那个或者代价可以更方便 这些都是支持一个法律 一个惩罚性的法律 在实施的其他的条件 因为其他条件好了 自然他这个就不会走上了 看起来是如此 可是如果说只有羞辱 或者只有用这个打屁股的方式 给他羞辱一下 还真的是有效 而且是很明显的有效 你一点都没有办法用康德的手法来 刚好不是 这两个刚好是不同的哲学的路取境 我刚刚讲那个有效没有效 我在讲你这种公益主义的角度 来分析的时候 其实边刑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他最后可能被放弃 只是因为他可能是必大于利 这是一个 他可能被放弃 是可能有其他 其他跟他一样有效的方法 所以你要选择一个损害比较轻的 在纯粹的公益主义的 公效主义的想法思维是这样 如果是这种比较康德式的话 要去辩论的就是你刚讲的 你刚讲的 侮辱本身并不是对人性主义的侵害 那我刚刚的主张是说 意思是说 羞辱人本身就是对人性主义的侵害 我们如果真的辩论起来 是不是辩不完了 对了 当然 不过看起来 边刑有一种嚇阻的效果 那也应该是如此 对 我刚刚讲他可能是有效的 甚至我跟你讲 酒店都会萧条一下 有边刑 不管你开不开车我不喝了 就不喝 再来 那回头来看看中国古代 嗯 也有不少 是不是 他五行 大屁之行 就是砍脑袋啦腰斩啦 是属于这个 就杀掉的 嗯 除此之外 伤害人 好像都是把人的突出部分给去掉 他们就是一些器官嘛 就是眼 鼻子啊 眼睛啊 鼻子 是吧 鼻子那个叫什么 鼻型啊 嗯 只要异形 异形 左边一个鼻子 比右边一个刀 嗯 月形 月亮的月 右边一个刀 一个刀 都是刀 砍腿的 腿啊 它是肉对不对 腿 砍膝盖 砍膝盖还是砍腿 膝盖以下 有的是说砍一条腿 有的时候砍两条腿 两条腿 嗯 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是犯罪 嗯 虽然我们常常在古典小说听到说 你一个贼配军啊 你发配充军的人 哦 还是贼配军 而且贼是你的罪名 OK 说虽然是骂人的话 嗯 可是看起来 就他跟情形是连在一起 不过 从唐末到五代 很多部队 为了要防止逃兵 就把你刺青 就把你刺一个 你头上刺一个大燕 让你跑步 你就是我燕子部队的 哈哈 你要刺一个虎 当然要不要简单的啦 比较好弄的 嗯嗯 那的确是有这个 所以受到管制 跟受到 嗯 比较表现 不准你变 你哎对 就你不能有第二个 效忠对象 这个好像跟 跟刺青 跟刑法 也连在一起了 你说的那个刺青 比较像是辨士啊 好像是我家的羊 跟你家的羊 嗯 要用不同的标志一样 以免羊搞混 还有公刑 哦 公刑 公刑就不是标志的问题 你平常看不到 对对对 很直观的处罚方式啦 你哪里犯罪 我就处罚你哪里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 以人类的历史 或者是说 以中华文化来讲 我们废弃酷刑的时代 其实是相对是短的 嗯 从整个大历史来讲 所以 所以我现在要给你 动一个形 嗯 什么形 把你变哑巴 你不能讲话 因为我们要进广告 今天进行的单元 给个说法 民间司改基金会的执行长 高荣志律师在我们现场 高律师 刚才我们对于 这个用边形的事情 做了一些讨论 当然也回到了 是 民族性上的问题 历史的问题 历史的问题 对 嗯 你加一个小小的结论 边形简单来讲 在现代的法治国家 会被归类为酷刑 那其实不只是两公约 其实九大 九大 联合国的九大核心公约 还有一个就是反酷刑公约 嗯 所以你如果以现在的世界各地来看的话 大概只有 伊斯兰国家 哦 还有一些 还有大概就是 我们知道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 还有一些边形 那 除了这种 比较 新加坡 他还是比较 威权式的国家啦 回教的边形跟这种 我们印象中的这种 新加坡的边形是不一样的 回 伊斯兰教的这种边形 因为他们有所谓宗教法庭 跟世俗的法庭 判的边形是不一样 新加坡那是打得 很用力很狠 嗯 但是伊斯兰教就完全继承了 这种羞辱的特质 他不是要把人家打伤的 但是他就是要打你屁股 嗯 那就是一种是要羞辱你 嗯 那不管怎么样 边形被 现代国家认为是一种酷刑 那我要讲的只是说 呃 其实人类脱离这个酷刑的 历史的时间点 你如果整个从历史脉络来看 是短的 嗯 是短的 我们还没有脱离太久 其实并没有脱离太久 也就是还不习惯没有酷刑 我们的文化里面 其实呃 并没有离开酷刑的时代太久 那即便是这种联合国的 九大的 九个核心公约 其实是人类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能够展现出来的残暴 人类的残暴的 嗯 这些本能啦 本能之一的一些反省 所以希望可以奠定一些基本的规范 那回过头来讲的就是说 一刚开始法务部次长在讲的这个 这个可能跟所谓两公约 还是说反酷刑公约 有一些违背 所以我们国家不应该恢复边形 因为台湾其实是有边形的 嗯 不是完全没有边形 日据时代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们是殖民地的时候 他们就在殖民地 台湾早期有失事边形 后来日本废除之后 台湾才跟着废除 嗯 所以我们应该是说 台湾之所以不应该 不是引进 是恢复边形 的原因应该也是一样 就跟 我们希望这个九大核心公约 是基于 对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 人类的这种潜在的 残酷的本能 嗯 希望能够定下一些基本的标准跟规范 那我们也期待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基于这些刚讲的 不管你是从效益主义的立场来思考 还是从人性尊严的立场来思考 我们国家都应该要谨慎的思考跟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不要恢复这种所谓的酷刑 是 检察官不上诉 郑姓哲因此无罪而确定了 是 谈一谈这个案子 我想先把事实再稍微重复一下 他有一个点出了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那郑姓哲案发生在大概2000年左右 那他那个时候就是 他跟他的朋友在KTV包厢里面唱歌喝酒 那因为他的朋友其实就是叫罗武雄 他喝醉的时候就拿枪乱开枪 那乱开枪之后 那个当然KTV的人就报警 那警察就来了 警察就来了 因为他也是酒后乱姓 结果警察一到现场就马上开枪 就枪战 那他现场也被击毙了 然后那个 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原警叔县培 他也就现场就殉职 那坐在旁边的郑姓哲 因为那个罗武雄已经死掉了 所以法院的那时候判郑姓哲实行的说法 就是说因他也有参与枪战就对了 简单的讲是怎样 他也有参与枪战 但是因为曾经有几个比较严重的瑕疵的问题 案件有证据有瑕疵的问题 第一个是他现场就被 膝盖就被打穿了 所以他骨折 但是根据判决是他要从包厢的左侧 走到面对面 走到包厢的正中央 才有办法跟警察面对面开枪 因为根据弹道是要这样 但是如果他一进去就马上枪战 腿就被打碎的话 他是不可能走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如果走过去一定有血迹 但是现场既没有血迹 但是你合理的推论大概也不可能走 所以基于这些其他种种的迹象 那再加上当然正信者被刑囚 刑囚包括宴上的报告 以及甚至于照片 他被打成熊猫眼 那个照片其实都还有留着 所以因为刑囚的关系 因为那个不可能开枪 还有就是说 还有提出了一个新的禁令报告 就是说 那时候为什么会觉得说 正信者是熊手呢 因为那个罗伍雄 他竟然就被警察击毙了 那他就觉得说 人被击毙了不可能再继续开枪 但是后来法医提出的报告是 如果他是心脏被警察击毙 那打到心脏的话 血液趋时还会运送 所以尤其是自动手枪 还可以扣板机 大概扣2秒到3秒 所以是有可能继续开枪 所以因为正信者 移动位置的说法不合理 罗伍雄又有可能继续开枪 那最后造成了检察官认为 检察官为正信者 这很少见了 应该是史上第一件 检察官通常都是认为被告有罪 那检察官替正信者提起的再审 那因为检察官认为正信者 应该是无罪的 那最后法院也判决无罪 好 那判决无罪这件事情 比较是在大家的预料当中 但是他凸显出了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是这个被害的原警苏宪佩的儿子 他现在也在当警察 他提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很值得探讨 他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检察官在法院判决无罪之后 检察官放弃上诉 合理嘛 因为检察官就认为正信者没有做 所以检察官放弃上诉 但是他的儿子就提出了一个制度性 我觉得他儿子的声明其实说的蛮好的 他说这个 他诚挚的祝福正信者 他是不是正信者是不是凶手 他这件事情 他的儿子还说我还在思考 但是不管怎样 我要提出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这一点我并不是针对正信者 而是针对制度 制度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 通常检察官会站在被害人的立场 替被害人主张权利 但是他这个案子 他这个案子 因为检察官是主动替他申请再审 所以检察官当然就会认为 检察官的立场当然会认为 正信者是无罪的 那辩护人当然也是主张 正信者是无罪的 所以在法庭里面 本来是一个三方的结构 本来是一个平衡的 本来是一个法官在中间是裁判者 检察官在攻击 那辩护人在防卫 这个三角形的架构 是诉讼制度非常重要的一个架构 失衡了 所以他想要上诉 但是讲官不上诉 他的意见没有被尊重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那有一个制度 或许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叫做被害者的诉讼参加 就是说白话的讲 被害者他自己可以 好像是像检察官一样 来加入这个诉讼 如果检察官他行使他的职权 行使他的权力 不利的话 他可以独立的 在法庭上发言或做主张 做主张 这个才是重点 他可以独立的做主张 那个主张 譬如说我可以独立的要求法官调查证据 我可以独立的要求上诉 我可以独立的来行使这个交互结论的权利 这样的也就是你刚刚讲的被害者参加 诉讼参加 对 这个设计在其他的国家 或是在哪一种法系的国家是比较多 这个制度在德国有 在日本有 在美国没有 所以他就 这个制度其实本身很有趣 就是说 呃 被害人的声音 其实越来越重要 在诉讼里面越来越重要 但是被害人的声音 如果进入到这个 我刚刚一直讲的 三角形的这个架构里面的话 如果啦 如果当检察官的检察官跟检察官也是在攻击被告 那这个被害人他也参加了 他当然是请律师 他自己当然不会 他当然请律师也来攻击被告 他变成是一个四角关系 四角关系 而且还是失衡 对不对 制度上还是失衡 所以你讲的没错 所以譬如说美国他就顾虑到这一点 所以他在 呃这个所谓的论罪 讨论这个人有没有罪的时候 他是 被害人是不能够参加的 他只有在量刑的时候 因为量刑的时候我必须要听 被告 被害人 或者是被害人家属的意见 我来决定说你这个量刑要量的轻还是重 那美国的想法大概是这样 那德国和日本他们就觉得说 啊你这样还不够啦 嗯 大概我讲白话就这样 他觉得你这样还不够 在讨论你有没有罪的时候 我就要让被害人加入 甚至于他可以主张他的权利 那这是另外一种想法 但是他的缺点就是他有可能会破坏掉 原来的这个三角形的架构 嗯 所以呃如果是检察官本来 我们设计本来 在呃现在之前是没有检察官这个角色 我们设计这个检察官这个角色 某种程度就是要代替被害人 嗯 行使被害人的权利 或者是说站在一个比较国家公益的立场 是 来替被害人行使他的权利 他某种程度就是要有一个所谓的缓冲 嗯 那你你认为在台湾 20秒钟的时间给你 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考虑这个 我觉得要好好的保护被害人 这个是现在的潮流 但是在台湾直接的引进诉讼参加 我觉得要打一个大的问号 他要做的应该是其他地方 譬如说这个被害人保护制度 可能是需要讨论的 修复式争议应该是重要的 还有检察官跟被害人之间的互动 那个方式应该是怎么样 其实是重要的 因为很多事情其实检察官可以做 而且检察官的权利更大 他其实是可以做得到 那人民的抱怨到底是针对制度 还是针对检察官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给个说法单元 民间思改基金会的执行长 高龙智律师为我们来探讨的下一个话题 对刚才的话你还没有结论 哦对 那个我很快的结论 就是说我觉得诉讼的这个三角形的架构是重要的 那被害者的意见应该要被重视 那他在量刑的时候 我主张应该要让被害者有 就是说被告量刑的时候 应该让被害者有声音 他的声音应该要被重视 应该要进来 但是在论罪的时候 论罪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让检察官 跟律师跟法官 进他的职责就好了 那被害人进来的话 然后可能会破坏这个结构 那人民有很多的抱怨 对被害者 被害者有很多的抱怨 可能是我们的犯罪保护这边要加油 也有可能是我们要多做这个所谓修复制司法 因为修复制司法才能修复到这个被害人 跟被告之间的这种关系 因为他们很多被害人是想要了解 为什么是我被害 我想要了解那个原因 所以修复制司法其实可以做到这一点 还有另外一个是 人民的抱怨 到底被害者的抱怨 到底是抱怨程序 还是抱怨 假官不理会他们的意见 那这个其实也是需要釐清的 很多的可能是需要 假官当然很忙 但是很多的其实 假官跟被害人 还是说被害人的家属 或者是被害人的律师 好好的沟通一下 或许这些问题并没有我们想中那么严重 以至于要改变我们整个诉讼制度 另外就是罗明春案 罗明春案也涉及到了非常上述和再审 看起来形式是一样的 其实内在精神和意志大不相同 这一点是可以被挑战的 因为很多国家并没有非常上述这个制度 他只有再审 你先把罗明春这个警察的案子 罗明春是一个警察 那简单的讲就是 他被怀疑有贪污 那他就一直在更审 曾经被判有罪也曾经被判无罪 那他有一次被判无罪之后 那后来又被改判有罪 但是他认为他那一次判无罪 检察官预期上诉 所以应该是要无罪定验 那监察院曾经有做调查 认为确实这个案子有一些冤情 这是实质的部分 我们先不讲实质的部分 他确实譬如说 他测谎的部分有问题 他调查证据的部分有问题 但是这是实质 但是他程序上也有问题 程序上有问题 就是说检察官已经预期 上诉期间10天 那监察院有做一个调查报告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 好吧 他本来罗明春向来就一直做这个主张 所以他申请检察官 检察总长非常上诉 申请了49次 检察总长都不理他 然后呢 然后呢他说你不理我好吧 那算了我去高等法院申请再审 然后就在昨天还是前天 高等法院的裁定下来 高等法院的法官认为 这个案子确实检察官预期上诉 然后因为是预期上诉了 所以这个案子是一个致死 致死就是一个无罪的判决 那如果他是一个无罪判决的话 你没有办法申请再审 他用这个理由把他驳回 他虽然是把他的再审驳回 但是内容的认定是对他是有利的 所以今天罗明春的女儿啦 因为他好像在服刑 罗明春的女儿又跑去 那个最高检察署开了记者会 希望总长可以再帮他申请 非养上诉 就是希望他可以再得到救济 那这个就牵扯到 这个再审跟非养上诉制度的问题 纯理论来讲的话 非常上诉是针对判决里面 如果法令的适用有问题 你要提起非常上诉 如果是事实的认定错误 有新的事实或新的证据 那就是再审 概念上是这样区分的 但是我必须要坦白的说 个案上事实上有时候不太好区分 因为这个是不是新的事实新的证据 你要怎么去诠释他 诠释他就会说 你要什么法令来诠释他 你要用证据法则来诠释他 你要用一些法律的条文来诠释他 所以到底是法律有问题 还是说认定的事实有问题 有时候没有那么好区分 坦白说 坦白说有时候没有那么好区分 那这一个案子 检察官上诉有预期 有过期还是没有过期 相对应该是清楚的吧 那为什么会这么难 这个就是 但是我觉得一般的社会大众可能会搞不清楚 这个跟我们检察官的肉席有关 怎么说 我们一般的人 我只记得刘成武以前在办的 对他也是这样 他就是预期 他就是摆着然后过期了嘛 然后就无罪确定了嘛 所以他后来被称除嘛 他那个就是 他那个是没有争议的 就是说他签了之后就放在桌上 就过期了 那个是比较没争议 这个是有争议的 这个是有争议的就是说 检察官一直有一个文化啦 如果说你看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收到法院的文书 对不对 通常是要管委会就开始起算 送打 送打 已经送到了 送到你家的信息 你们家如果有人签名签下来 就开始起算 譬如说上诉期间十天 我管你是管委会的管理员收到 还是你爸帮你收 还是你妈帮你收 不管只要有人签收 是在你家有人帮你签收了 就开始起算十天 那管委会可能摆三天 有可能嘛 你不在 你妈妈可能觉得不重要 给你摆了五天 你上诉期间可能就过了八天 你能不能回过头去跟法院讲说 不行啊 我真的收到 才两天 你可以这样讲吗 不行啊 法院不会理你 所以你会很小心嘛 那现在还有更夸张的 就是说他是送到警察局 就开始起算了 你不在 他贴了一张字条在你的门口 所以他对人民是这样 但是对检察官不是这样 假官是法院都是一样寄判决书 给被告跟给假官 那寄给假官的时候 他们会统一嘛 统一 那法警收到了之后 他必须要让假官签名 那假官爱签不签 谁比较大 假官比较大 你法警送来 他就觉得这个我还不要签 你先摆着 假官不签就不算数 他不签 那么法警也不能催他吗 实际上法警不会催他 也不太敢催他 所以我才说这是我们的文化 那就是说法警一直就是说 那假官不签 还是说我先摆着 假官说 假官 他都是 假官都是从他 他们内部 我觉得每个检察署的情况不太一样 可能没办法一概而论 没办法一概而论 详细的情况我不太知道 但是我听到的是 有一些假官认为这个案子 我还不想签 因为他当然假官可能不是故意的 他案件太多 他觉得十天压力太大 其实每个人都把压力很大 上诉期间只有十天 大家压力都很大 那他不要签他就摆着 等到他想要签的时候 或者是说反过来说 其实等他的那个上诉理由书写好了之后 他才来签 刚才先把哥哥招一招 就先搁着 那这个就是案件会持眼 而且会普遍让人民还是说让律师 坦白讲律师很有感觉 因为律师最怕的 律师最怕的是刑事案件 因为上诉期间只有十天 很短 你收到了之后 你通常要赶快写一个种子 就赶快先出去 然后要再补理由 尤其现在你上诉 以前是上诉只要很简单写 我要声明上诉 理由之后我再补 这样就上诉就OK了 程序手续就合备了 但是因为这样会造成案件的 没有必要的持眼 所以法律现在改的更严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法律常识的 就是说你如果要写上诉书的话 你要有充分的理由 如果法院认为 以前是只要写说 我要上诉这样就可以 现在是你要有充分的理由 不然你的理由如果没有充分 还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 他就把你的上诉就驳回 所以你等于是没有办法再争取 一点点时间 以前律师都会这样 我先声明上诉 然后再争取一点时间协理由 这样 那这一次就是说 其实检察官也是这个问题的 就是说他想要再争取多一点时间 但是这个案子其实 哥在送到地检署之后 早就超过十天了 所以監察院有做了一个调查报告 那法院是直接 这一次的高院 高院法院的再审 这个何怡婷是直接认定 检察官已经是逾越上诉期间了 那结果其实就很严重 就直接就是无罪确定了 那结果是完全完全是大逆转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罗宾顺才会要求检察总长 那说到底这是一个 那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 罗宾顺还要另外获得救济吗 对 因为他就是 他有冤意的问题了 变成是说他要要求 依照法院的意思的话 是要要求检察总长 申请非常上诉 那申请非常上诉之后 还要最高法院同意 然后还撤销原判决 撤销原判决之后 原来的高等法院还在做一个判决 或者是最高法院直接认定无罪 这也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管怎样 他就是要再跑一个程序 好说到回过头来讲就是 简单讲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曾经有学者主张说 我们国家不要有非常上诉这个制度 直接全部都再生就好了 因为非常上诉跟再生 基本上他区别没有意义 而且在我们国家 因为这个不太好的司法的历史 不太好的司法文化 大家会在那边说文解字 所以对人民是造成不利益的 就是说你去这边 你去向检察总长申请 他说你这是事实问题 你去法院申请 法院说你这个法律问题 然后就把你踢皮球 会造成这个问题 所以有学者做这样的主张 认为说不应该 不应该再区分非常上诉 跟再生两个程序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附带的 顺便提一下 我们也曾经在讨论 刑事诉讼法的修法的时候 认为上诉期间只有10天太短了 以后应该统一改成20天 请不吝点赞 讨论